大雨不斷的下着 自杀事件层出不穷 让人担心是否自杀死亡的数字 会继续的上升 母亲节前夕传出了 一人朱慧珍女儿疑似自杀 坠楼王的消息 更让不少人震惊 朱慧珍获知二号 立刻放下手边工作 从南部搭高铁北上了解详情 台东县卫生局举行了 自杀与精神个案的研讨会 希望站在第一线的辅导员 要了解各个个案会发生自杀 或者是情绪失控的可能原因 针对于此台东县卫生局也呼吁了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勇敢的求救也并非弱者 生命都可以找到出路 或者是透过守门员123的步骤 你我都可以成为自杀防治的守门人 以上新闻东台讯文部温格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